吴磊固执地忍受着赵露丝冷酷易怒的脾气 赵露丝与吴磊的深厚友谊给银河系的粉丝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中国艺术家赵露丝和吴磊是很多人的话题 赵露丝和吴磊赢得了以挑剔著称的银河系观众的赞赏 由于其巨大的人气中国电视剧银河系已在韩国播出 赵露丝和吴磊都一直让观众兴奋不已 这部中国电视剧的主角是赵露丝饰演成少上 吴磊饰演令不一 赵露丝和吴磊的爱情故事超越了现实世界鼓舞了其他人 赵露丝虽然相差一岁却常常被认为和吴磊同岁 赵露丝和吴磊的挑逗每次都让粉丝兴奋不已 当吴磊倾其所有为赵露丝辩护时 一幕被VTV曝光 吴磊饰演的灵不一让赵露丝饰演的成少上向他敞开心扉 赵露丝饰演的成少上在王国中压抑着悲伤和痛苦 赵露丝一边说着一边回头看着吴磊泪流满面 当被要求分享一个故事时 赵露丝被告知他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本性 但看起来很固执和冷漠 吴磊为他的评论辩护说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赵露丝看到吴磊顿时喜出望外 他抱着肩膀继续哭 赵露丝命令道更紧更紧 赵露丝让吴磊立刻抱住自己 赵露丝将自己的痛苦隐藏到了最后 这一幕激怒了赵露丝和吴磊的粉丝 Baby High Feeds形容这段话很浪漫 Nurously多次感谢拍摄该场景的人 并表示非常感谢您拍摄这一场景 我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能量凯特说他很喜欢这个场景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场景 地纸服Yetihadi地纸服说他很伤心 因为他喜欢不依这个角色 鸟鸟的角色被卷入了哭泣 然后他说他紧紧地拥抱了他 吴磊对赵露丝这个被称为冷酷倔强的性格的辩解 顿时让他笑了 更何况吴磊紧紧地抱住了赵露丝 苍蓝爵王赫帝和于书欣图田的台词被译成英文 中国网友调侃变魔智障剧 中国男星王赫帝于书欣主演的古木偶剧《兰花》 自在在台湾Netflix上映连续多日获得亚军 然而最近他的英文字幕却成了一个大笑话 直接翻译成神仙与魔鬼的爱情 失去了男女主角名字的意思 还翻译了很多台词让人发笑 让网友愤怒 坦白说 没有文化 糟糕的翻译毁了一个好剧 王赫帝在《苍蓝诀》中饰演月尊东方清仓 常自称本族 字幕直接跳过这两个字 甚至将本作之人直接翻译成 你干嘛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甚至还有你感动 这些带有威胁语气的东方清仓台词 也被翻译成了伤害我的女孩 戏剧性的张力被直接削弱了很多 最可笑的是 《苍蓝诀》中的许多名字 也被翻译得面目全非 女主小兰花 于书心事 喜欢昵称东方清仓大木头 字幕直接翻译成木头 木头 她的另一个别名大强 被翻译为大强 关键女配角赤地女 郭小婷氏 也被直接译为赤地女 就连节目的制作人王一叙 也对《苍蓝诀》的翻译字幕感到无奈 她在微博上分享了该剧的几张截图和翻译 并写道 这个 翻译得很好 下次不用了 就这样翻译了 短短三天 5.6万网友点赞和反应热烈 不少人觉得可惜 认为《苍蓝诀》具备了拍剧的条件 却是中国的第一部 因为翻译不好毁了质量整个剧中 就连饰演赤地女人的演员郭小婷 也跳出来大喊 赤地女人 这女人受不了 《苍蓝诀》的翻译让网友大怒 翻译好像没有错 但总是说不通 如果是这个水平 我也可以当翻译 糟糕的翻译毁了整部戏 我觉得这个座位可以变成这个座位 反正字幕好窘 超级窘的字幕 感觉变成了魔鬼智障剧 好像什么都懂 但好像什么都不懂 这是什么魔鬼翻译 大木头变成了木头 老外会不会觉得 里面的人物没有智商 侮辱中国文化